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获取幅面 点击确定 机器进行画网格工作 网格绘制完毕 点击第二步拍照 软件通过相机 获取工作画面 点击第三步识别 软件自动识别 网格点 乳网格点不完整 刻在左面面板调整曝光度 重新拍照识别 识别不出的点 可以用鼠标滚轮放大 鼠标双击 十字中心 手动添加网格点 网格点 全部添加完毕 点击第四步 进行校正 屏幕显示 机 便校正成功 相机画面 校正完毕 切割图案操作流程 将要切割的图案 放到加工平台上 点击右侧 提边管理 点击拍照 获取图像 选择举行工具 将要提取图案 切割的图像框 选出来 点击提边 电脑自动生成 图案切割路径 红色区域 为切割区域 放大后 发现边缘不整齐 可手动重复调整 右边通道等参数值 优化边缘 使边缘达到理想效果 每次调整完 都要点击上面的提边按钮 调整完毕 点击确定 也可手动矿权 不需要加工的图案删除 点击开始 机器进行图案切割 送料设置 勾选使能送料 设置送料速度和距离 勾选加工完送料 此时加工完毕后 机器会自动将物料送出 婚优化追溯菜餐 超红色 转发来给苹菜的揚護 请击花断 制装早官 持续